冬天到了 林子里食物越来越少 有一群鸟找到了一棵长着少量绿叶和果实的树 其中有一只珍珠鸟 它担心果实被同伴吃光 所以就假装到外面去寻找其他的果实 它故意飞了一阵之后回来 装作很兴奋的样子 告诉了其他的鸟 说你们知道吗 远处那座山岗后面有一大片树林啊 而且里面有数不尽的果实 你们快去啊 很多的鸟一听它说 哔哩巴拉全飞去了 珍珠鸟一看都走掉了 好啊 我独霸着这棵果树 不久 有两只同伴飞回来 对珍珠鸟说 嘿 大家都叫你过去呢 那里有成片的绿树 和数不尽的果实啊 珍珠鸟心想 骗谁啊 那是我编造出来的谎话 随后 又有更多的鸟飞回来 对珍珠鸟说 哎呀 那地方有一大片绿树和果实 非常好 但是珍珠鸟以为他们都在说谎 继续在它那个枯叶上 寻找着干瘪的那些果实 这时候又有一个同伴 小鸟飞回来 一边责怪珍珠鸟 你为什么迟迟不去 你便硬把它拉到了那个山岗边上 没想到 那个山岗边上 果然有很多很多的 一大片绿色的树林 那些鸟儿一边吃 一边欢快地唱着歌 珍珠鸟这才意识到 原来同伴们说的话是真的 顿时羞愧得满脸通红 这个故事告诉大家 在诚实人的眼里 别人说的假话 也有一半的值得信任的 但是在喜欢说谎的人的眼里 别人说的真话 他也会认为 别人是说的假话 记住了 人的一切不是算来的 而是用善心善念得来的 人的福报不是求来的 而是修来的 很多时候我们宁愿被误会 也不要去多做解释 信与不信是你的意念 火车在跑 人生在牢 人生的列车 让我们从得到后的喜悦又饱藏到失去后的痛苦 只有懂得列车很快就要到站的人才会懂得珍惜 只有懂得感恩的人才会懂得慈悲呀 如果你们早就应该怎么会认识